过去,捧不住了,过耸吹车作修不以慈凯,竟然是洗粉车 哎呀真破放了,前几天混装试拥又,起开又,今天混装粉吹 为啥不是泰湾胜任何者吹了,一定要收复泰湾,让泰湾任过上窝门二日子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太可恶了,你竟然让我吃这个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相信各位都看到了片头的影片了吧 今天一早,中国湖南有民众发现一辆运水车上面的贴布乖乖的 于是上前拍摄给撕开了,结果竟然是爱国能量水啊 满满的中国价值,结果呢还有小粉红说啊那肯定是摆拍是吧 你看这个纸一撕下来啊,有漆跟着湿肯定是刚贴上去的 哎,这是基本常识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东西贴上去太久 那个胶那个漆都会粘在上面,所以你撕下来都会连那个漆啊 部分会被撕下来,你没有贴过壁纸是吧,壁纸也是这种原理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中国网友的留言吧 太恶心了,都乱成啥样了,可以报警处理啦 我们已经要喝份水了吗?过分了,估计是送往洗浴中心的水 别吓我,我经常去洗大澡 你们这个洗澡的水啊,也是蛮暖心的哦 哈哈哈哈,瞬间就想吐了,油我都扛住了 这个我终于破防了,这个油啊是我们前几天提到的 等一下还会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好,有没有这种可能人家后面一直是送水的 这罐人家以前没洗过,这个东西没头没尾的 下面有这个网友回复他哈 你去买个新的谈鱼 然后用鱼装饮用水,你看心里舒不舒服 奖励你把家里马桶刷干净,直接摇里面的水喝 在中国讲食品安全真的下溪了 万物皆可运,小滩成巨富 外资全面撤离是有原因的 工序粮食无量国家强大 要送的是灌溉用水反而有好处 你家孩子正在大肠杆菌浇灌之后的公园草坪上爬呢 你们家全土都有光明哦 未经腐化发酵的粪是不能直接给庄家农庄用的 烂透了坏透了 油煤炸油条,汽油刷火锅 粪水煮泡面,干净又卫生了 指责了一年的河废水的网友没想到自己这样喝上了粪水吧 还在笑印度,殊不知自己才是最大的印度 你看有人说什么,我看了评论区有些人配得上 湖南好不容易啊,在昨天把绝地的口给堵上了 今天伟大的党又送来爱国能量水 放福利给民众啊,有没有软心 还有小粉红说那个水啊,是用来灌溉施肥的 你要确定呢,现在都烟成这样了 暴雨连栽几天的,然后还要继续施肥灌溉啊 原来你们粉红家的农田都是种在市区里面啊 估计是这个跟上海风城学的吗 大家去这个绿化袋里面把草吃 是吗?洗地都不会洗啊 去喷你们中国网友吧 他们肯定都是1450收尽外势利的钱 对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还记得前几天的中国国营企业中储粮啊 爆出,不清洗,不分车,直接把装裁汽油的车呢 直上使用油送到加工厂加工 然后出货给小粉红花钱来炒菜吃 结果现在一堆小粉红出来洗地 呛是新加坡害的 然后又说要抵制外商企业 我们再来看小粉红是怎么洗地的哈 来金龙鱼是新加坡品牌 调和油坑了多少中国人是金龙鱼害的 犹太资本,这关犹太人什么事啊 难道习近平也是犹太人 抵制外国企业,不是 灌车不洗,灌车司机不违法吗 这不是清不清洗的问题啊 清洗的也不能用啊 关司机什么事情啊 就算有,他可能只是 100%里面的2%3%的错 全责不在他 请问一下现在要买什么品牌比较好呢 你的意思是你宁愿吃这个油 也不想要外国老撤资,对吗 是美国ABC控股的哦 你们别查了 再查外资都要走了 猜测啊,会不会有境外势力 故意打集中储粮这样的密卖公司 毕竟我们吃的大部分食用油都是直接桶装出厂的 别的不好说,这还真有可能 炒作油罐车这个事情客观上是有好处的 对于提高我们食品安全有巨大的帮助 但是呢也别上纲上线哦 中国的食品安全比西方强多了 看到傻子说日本的食品安全比我们强 笑死的 让那些以吃进口的西方食为荣的润人 还有那些反贼怎么想的啊 西方国家的农田单位 面积施肥农药都是中国人好几倍以上啊 我是这样觉得啦 你先去问问赵家人的儿女 在西方国家过得快不快活 为什么华春莹习近平啊 这些高官啊 要把儿女送在你说的农药很多的国家 这么可怕 谁会这样毒害自己的子女啊 你要确定你讲这个话哦 连纳一纳人家孩子都送去欧美 张子怡这我就不用说了吧 还有谁 列出来啊 不声美举 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在可怕的西方就是河废水的日本 中国食安比日本欧美强 你这个才是笑话吧 不然为什么你们要抢购外国食用油跟奶粉 你们这些小粉 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办法长期购买 然后就去 啊算了啦 要S一起S啦 对吧 所以呢我去批评你们 外资都走光没有关系啊 反正你们那些有钱买得起的那些人啊 你也跟我一样 因为我是没钱不能买嘛 对吧 那外资撤走之后 你们是有钱也买不到 我们一起吃 这就是粉红的心态啊 所以赶快去喝这个水肥配这个汽油炒饭嘛 记得要在11月那一天吃哈蛋炒饭 你就会跟王刚一样 还有一堆网友调出这20年以来的油罐车乱象 看看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对吧 还有这个 其实食用油混矿物油这个事情 身边的人都算心态稳定 但是这次打击面太大了 除了少数特供大家都在吃这种油 人人平等了 我们最怕的是不平均 不平均我们受到的伤害不一样 而不是不平均你们有特权 万一北京人不用吃 外地人得吃 上海人不用吃 苏北人得吃 那我们就会抗议 但如果是全国百姓都一起吃 那我心态就舒服了 唯独一个台湾人没跟我们一起吃 那我们就收复台湾 让台湾人跟我们一起吃 你知道粉红这种心态是一年比一年原重 尤其是肾上上台之后 你回想十几二十年前啊 奶粉 地沟油 在中国可是引起轩然大波的 而这次为什么许多人都漠视 习以为常啊 甚至反过来呛失境外势力作祟 就是这个肾上上台之后 真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夸张了 封城期间各种荒谬的政策 全部都喊着 别发外网 别发外网 疫情期间啊 甚至还要用运租的车载人去方舱 别发外网啊 对吧 现在吃汽油食物啊 喝着水肥啊 也喊着别发外网 是境外势力干涉的 司马南建议调查揭露油罐车运输 使用油的媒体和相关人员 你请问你这个是要公开 为投毒的利益集团护航 来 投毒的利益集团是谁 中国国营企业 所以司马南在帮中国国营企业护航 更巧的是 司马南竟然把一起 食安事件跟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 前面一句人民健康是头等大事 后面又强调网路意识形态斗争 这前言不搭后语 也只有被夹过头的人 才有这种逻辑 司马南是一个 妻女都住在美国 但是自己在中国爱党爱国的 这边的一个爱国教授 他曾经去美国的时候 头被电梯门夹住 所以叫做司马夹头 我跟你说 你们看这个反应都非常奇怪 首先没有当年食安的热度 我跟你说 非常大几率的可能是政治斗争 以前过往的言论可以发现 司马南一直是比较舔派 舔当权派的 那胡锡进啊 虽然也是会看风向 但是他有一个底线在 所以你会发现胡锡进有些时候 说出来的话 好像没有那么的魔幻 对吧 好像有一点是违背圣上的意思 所以他有时候会删帖 有时候会封号个一两天 对不对 他们的政治战队在哪 胡锡进也针对这次的事情 做出评价 而跟司马南是完全不同的爱国旋律 那我们要知道 现如今的中国 有电视台可以请调查记者 或是有报商杂志 可以有调查记者 去追查 还把这件事情给曝光 而曝光的单位是国营企业 基本上就是政治斗争 你要考虑到现在中国的言论环境 不如以前胡锡时代 还有一点我们台湾人也要了解 中共国不是欧美日韩台这样的民主国家 所以你不用想说 中国调查记者揭露很正常 因为民主国家也有 大错特错 他们如果有调查记者曝光这件事情 必须有一个不同的共产党派系的人 在后面帮你站台 你才敢 你才有那个资格 有那个本事去曝光 另外一个共产党派系 他们公私帮派的破事 再来爆料的是新京报的记者 新京报党委书记是谁 刘军胜 刘军胜的前任领导 跟提拔他的人 还有他上层的派系 我们追溯上去是什么 石油帮的嘛 那石油帮派系又分成几个细项 有分华国锋这一派的啊 华国锋这一派就包含 吴耀邦嘛 江泽民嘛 那赵乐记啊 其实是游走在习派跟江派之间 石油帮另外一个分支是叶剑英 叶剑英也是前国民党投共的高层 蒋介石的亲信之一 当初他也是被人家怀疑 你是不是亲共 他也挑出来说我没有耶 就后来自己投共了 第三个派系是曾庆红那一派 而习近平虽然他现在是自成一派 对吧 但他失臣的派系啊 是来自周恩来那一派的 周恩来嘛 然后他们旗下的子弟兵 有这个李鹏 朱龙基 那新京报让这么大的事情曝光 必须经过党委书记党支部的同意 党委书记党支部怎么说 也是要听命于中央的吧 所以为什么还让这件事情曝光 派系党系斗争嘛 那你也知道现在还有一股暗流势力 他们在默默的集结 你看这次连李强出席经济论坛啊 在会议上讲话也被 习近平被中央给删掉部分 虽然习近平的小弟 国务院啊 就是李强我刚讲的嘛 也是说要查要查要查 但这件事情啊 在中国看似央视好像也有报导对吧 但是他的热度没有过往 以前同样的事情高耶 当然啦 我说的是目前 而你要想 这件事情如果在台湾发生 天天争论节目是不是喷死骂死 都是民进党让我吃这个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太可恶了 民进党让我吃这个汽油啊 那你说是不是习近平在压热度 是啊 那还不算政治斗争吗 那下个礼拜马上就要展开 经济与政治变革的三中全会了 在这种节骨眼上啊 去北京都要二次安检 都要扩大检查的对吧 意识形态高于切的中国来说 现在出这种乱子意图还不明显嘛 如果不是政治挂帅 意识形态治国的话 怎么昨天前天一堆人举着红旗去呐喊 然后这些人 竟然比去填补洞庭湖的人还要多呢 以前就连小粉红都会出来骂地沟油 现在却出来洗地 这不言而喻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便你把这个 装着汽材油的车清醒干净 到底能不能装食用油 你清洗完你一样不能装吗 就好像啊 水肥车清醒干净之后 可以装水给你喝吗 我错了耶 你们确实敢 今天早上最后一则来说到 小粉红终于被日本警方给拘捕了 前几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叫做 铁头的中国网红跑去日本金国神社 尿然后喷漆吗 他们当初一共三个人到场犯案 铁头作为演员 剩下两个是摄影师跟助理 那就在铁头把这条影片放在抖音上的第二天 铁头跟另外一位摄影师粉红啊 马上买机票逃回中国 享受中国人民的爱对吧 然后继续呛日本你好怂哦 日本你不敢抓我耶 前几天发布了通缉令 目前抓到一位还留在日本的粉红 而日本驻中国的记者也找到铁头 并且采访他 铁头还继续装逼啊 很呛啊 你还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还会再去日本 对你现在已经被日本通缉了 你赶快去日本再去 金国神社再回一次 给大家看 不要怂 北京の公園で夕方 JNNの取材に応じた 藤孔明容疑者 さらに藤容疑者は容疑を認めた上で 同期について 福島第一原発の処理水の海洋放出に 抗議するためと改めて主張 場合によっては再び日本に行き 抗議を行うとしました 你们又做了 侵犯中国人民巨大利益 全世界人民巨大利益を提供した 我还会去 またこの事件では スプレー購入薬で 中国籍の 京拓君容疑者も逮捕されていますが 当事件では 京拓君容疑者について ネットで知り合った日本の案内役で 落書きする計画は知らせていなかったと主張しています 日本日本直接派警察来抓你 你们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就好像 為甚麼在台湾搞台独 中国公安没法跨省逮捕我 因為我們是两个不同国家 你今天在中国任何一個省份 北京河南湖南公開直播 習近平下台 看你会不会被抓 你肯定會被跨省拘捕的嘛 但為甚麼我不會 因為我們是不同国家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或是記得訂閱把我朋友說 我是爸的小姐 掰掰